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谭海邦被人关押了三年半 超过三年半 期间出现利底 其实之前说过了 有个房子 有个肿囊 甚至一度是说话和吃东西 吞东西 喝水 都不行的 好了 他排期做手术 但狗狗未获安排进行手术 而且 因为监狱严重的耗热下 他的小腿伤患 令到肥宽肤壞 失控 其实谭海邦是平时冷气都不开心 他是环保友来的 即是林超英那种 竟然觉得难顶 当然心情大受影响 现在已经移居了台湾的赖文辉 就很担心和内疚 因为他内疚在亡开的时候 就没有写信给他 没有写信给谭海邦 好了 其实之前 在47人案件 审结前求情的时候 谭海邦的律师 也希望能够尽快判刑 或者判轻一点 尽快判刑 因为他的身体情况不好 你记不记得当时 我忘记哪个法官 我忘记哪个 陈港培还是不知道 我忘记哪个 说什么 你见不见 他说 他这个情况也未算严重 是很厉害 那是不是要先死了 因为那房子 大家搞清楚 医生说是良性 但是房子 你不停不处理 会不会病变 是没人能够说的 是吧 譬如我们大腸癌 其实都是适育你 这样病变 是啊 屌你老美 好了 蓝文辉说 谭海邦在2021年被关押之后 就发现这个利底的肿瘤 排了很久期 都排不到做手术 很少 他说 曾经讲除外 吞�ẩ Stein 所以宿忍之后 他曾经讲到 transparen刚才已那么有問題 但是最大的uktion 谁女生 最大的问题是随住时间的浓势 一開始 譚海邦的探訪 這輩子是爆棚的 即使去探訪譚海邦有時都要排隊 要輪流 那天都悶了 但隨著時間流小 探訪的人越來越少 寫信給他的人越來越少 我甚至乎相信未必只是譚海邦 可能其他蒙難者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賴文威說他未移居台灣之前 都探訪過譚海邦幾次 他當時要排隊才能哭 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情況 可能我們去到見他都做不到什麼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精神支柱也很重要 特別是當初這麼多 現在越來越少 那他們會怎麼想呢 如果我心情會很低 也很正常 心情不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實在太荒謬 越來越少人的時候 心情不低也會影響身體的病變 好啦 他說 賴文芬一知識到 譚海邦近訪之後 立即寫信給他 問一下鼓勵一下他 也都約定他 如果放學的話 他就來台灣了 他說 譚海邦很熱愛足球 關心香港足球代表隊 也關心這個 喜歡看世界盃 他說他移居台灣之後 寫信關心獄中的譚海邦的時候 尤其都會講一下波京 那譚海邦叫他寄一本 簡明香港足球史給他 有本這樣的書嗎 不是你那本嗎 簡明香港足球史 應該從來就不少了 台灣出 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要為意 我就寄給他了 那 賴文芬說 除了立即寫信給他 譚海邦之後 也在Facebook上呼籲大家 一起寫信給他 譚海邦 他說 記得 寫長沙環郵箱 郵政信箱 80589 長沙環郵政信箱 80589 譚海邦收 那 各位網友 我就不會呼籲的 那我覺得 各位網友 其實也有探監師 寫信師很多 但是真的隨著時間 狗病藏錢都無效指 嗯 但是 嗯 嗯 信一點心意 就是 47人 我覺得就是 我真的不懂得說 就等於平時他整些排隊黨 咦 為何參謀的人 旁經越來越少呢 就是這樣 你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他這個政治理念 跟我們在一起 是不是一樣 真的不重要 在這些位置 嗯 這些是政治蒙難 好了 那另外 這些沒什麼好說 林德偉 你知不知道 英國那個 嘻嘻 皮膚嘻嘻 林德偉 去 去 訪中 啊 跟我們偉大的王毅呢 在北京 會 嗯 昨天就出了一些新聞 來 雙方就討論 什麼人權啊 新疆啊 香港問題 當然會提到釋放黎智英 嗯 嗯 嗯 中江當然又說 這些是我們來政啊 不要搞那麼多事啊 兄弟 你們兩個人吵架 說完了 老實說 我不知道英國政府做到些什麼 啊 就是 呃 又或者 是不是在 這個 台詞 就是 你們 啊 兩國的代表會誤的時候 提一下這些事情 那麼 對黎智英究竟是 是幫助 還是 加害呢 那個也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呢 在實質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到現在 當然 你說你給了一些BNO 香港人 嗯 但是真的很厲害 你問我 浪費夠氣 浪費夠氣 嗯 就是 呃 如果有些人還停留在 哇 你們覺得很關注 怎樣 甚至乎覺得尖尖自喜 我就覺得你們很厲害 英國有沒有制裁過一個官員呢 就是甚至一個 制裁已失裂 就或者會 一些官員 尤其是現在這個 工黨上台 上台了 垃圾到你呢 真是不 不懂得說的 你想一下 連當日 喂 在曼城 打人 嗯 又或者 死人事件 都好像沒有那件事 嗯 現在 死人啊 大哥 好 好 好了 另外 好 好了 扒女 我想現在已經三十幾四十歲了 對 扒女 真的很棒 好了 首先呢 扒王之王呢 巔峰的時候呢 有三十六間店 OK 去到去年 年頭呢 還有一間 應該是沙田娛樂城 收了皮 全線沒有了 去年年頭 今年呢 深烤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其實突然間 因為我每天經過上海街 浪荒方那裏 就看到一間 跑王之王那裏 reopen 第一間 現在據說 就將我在沙水道開到第二間 沙水道那間呢 本來呢 就是那間校長燒烤來的 收皮 我真的不明白校長燒烤是什麽 是不是譚云倫的 校長燒烤當然不是啦 那他應該叫校長燒肉 無論亂亂 但也挺出名的 這間 OK 那我呢 幾年前 現在講到幾年了 我在大埔 我沒有廣場見過他開的 但我看見校長燒烤 你校長這麼厲害 不敢吃 當然 其實香港我覺得很壞 香港呢 才吃燒烤呢 198起 很厲害 走過去看 198 198呢 就有這個 有36種食材 如果你可以吃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 升級 這個就是268 如果你要A5 A4和牛 這個就是442 如果你要這個 頂級 就688 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 譬如我和我老婆 我老婆不吃牛 我可不可以 我吃這個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說 去冷道 都不要緊 我那次去 不要開名 去某間 他說 A5和牛 還是A4 澳洲牛 他跟這個 我點三件 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 吃幾幾幾幾幾幾了 我三件東西 好像是乞衣 那樣子 不可以 好像我這個 又霉又盛 我説你有沒有五六個相位的 所以有時候我寧願跟老友 如果請得多人 那晚有三四個人 我寧願跟他們去 那些噁心 香港那些真的挺噁心的 有些日本那些 所謂的日本料理 見到那個燒烤 又說六種牛 那個評判是八八八十八的 六種牛八八十八是什麼 六種 我會有三片 十八片 屌你老母是你四個人 屌你老母是四片 八百多塊 我寧願是這樣的 但是我寧願吃那些 我都不會去那些 屌你老母是四五百塊 五六百塊 就是這一類的 屌你老母是你一刻 你一刻不要賣 是 不要說有什麼A5和牛 你就不要這麼孤寒 怕死人 屌你老母是人家吃得多 這樣 真的這樣 不是說笑的 但這些全聖石很多人 他排隊 我去救我 說真的 我跟大家說 今次我不能過我 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因為 過去 我去日本 因為其實 各位網友 我真的幾不懂得花錢 譬如 我現在看到黑白大廚 我們想吃Find Dining 我當然不會去吃 我以前吃過一次 就覺得好 是 你飲得好吃嗎 但是 我不是太懂 因為我習慣了 即是上了電視之後 就變得好吃 不是 我沒有吃過 我之前吃過的 當然是說的 二十多三年吃銅鑼灣 那時候剛剛流行 又 你無論如何 扮日本的鬼 一定會有這樣的樣子 講中文的 鬼鬼的樣子 我在瑞士讀書 那時候我都裝了東西 但我吃一頓 沒有一頓好吃 然後人們就說 Belly哥 誰知道 那頓飯 二三千元 兩三塊都給我去 好了 我以前去日本 我經常去吃什麼 隨便進去那些 任食燒烤 你們都吃過的 為什麼 因為隨便進去都可以 都可以 即是八零二百港幣 好了 今次我高級了 我高級了 因為現在闊了 和我老婆走過一間酒店 在明屋 即是我酒店 第三晚 樓下有一間餐廳 那時候 四點多 我說 咦 你老婆 因為那時候你在高山飛駝 那時候到處飛駝牛 他說 你牛什麼東西燒 然後我老婆 問你有沒有chicken 那些 她說不懂 我當然馬上出來 chicken 你懂嗎 你不懂 chicken 然後她說 you want pork chicken 有 她原來去懂英文的 好了 那時候我們就預約了 他說 六點半 我們就走一趟街 那六點半回去坐下 還要等 好了 不要緊 我們看看菜單 那時候我老婆不吃牛 那我叫一碟比較中茸 他有三款牛 的不同部位 我很遺憾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我老婆不吃 如果不是 就多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 馬健延 五十七歲人裡面 吃過 最好吃牛肉 其中一款是 我兩款就不是 其中一款 我簡直 那隻牛肉 牛味濃 很少日本牛吃的 牛味不太濃 牛味濃不要緊 我們燒烤自己燒的 又未必後好掌握到時間 我放進口裡 他又不肥的 我放進口裡 打算咬他的時候 已經容忍了 屌你老母 他每個人有六塊 這樣也有十八塊 還有一些奇妮 我老婆叫五花腩 五花肉 又叫海鮮 又有勁飲那杯土汁 全家產 又這麼高級 屌你老婆 是假塔塔米 如果不然很辛苦 又有兩個女孩 一直在那裡 剪下剪下剪下 屌你老婆 各位漢官 你們剩下多少錢 我不會再去那些 什麼 一萬一千日圓 屌你老婆 差不多六球水 屌你老婆 你怎麼練 所以說 各位網友 你們要明白 解解那些人 年輕人 有些是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 標章便宜的機票 都去那邊洗 你在香港吃什麼 那些東西 但是我不跟他 反而我覺得 如果我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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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屌你老婆 你一切就不要做這些 你做的 你不夠做的 你給你 你說的 一歸就不理 可能他們自己的數 寧願騙騙騙騙 我去完一次 之後 你以後不要搞我 你倆那些是這樣的 牛肉 是這樣的 喂 現在年輕人 沒有的 每天都在那裡搖機票 什麼便宜的機票 廉航啊 廉酒店啊 四天三夜 三天兩夜 屌你老婆 平靚靚靚 一早就買了這些 五幾的 五十五名的 五一的 多靚靚啊 好啦 小行小行開辦 兩間 那很明顯這兩間是什麼呢 本身是這個校友小校 校友小巧不做 那據我以前的理解呢 不是以前的理解 不是以前的理解 一齊的理解 跑王之王呢 即是林珍奇老公的李德倫呢 他 就不是做餐廳的 他呢 是做 我講過了 是做入口凍肉的批發 嗯 OK 好啦 那你知道 批肉批下批下 那當然是那些死貨 那是怎樣的 他就開始呢 不如開一間餐廳 用來賣自己的肉 嘗嘗 很偶然的機會 怎知法國呢 咦 除了消貨之外 這樣租 不是辦法 就買一間店 怎知店舖呢 這個就是 時運時勢 哇 屌你了 200萬買 屌你變3000萬 3000萬 屌你變6億 就是這樣 於是 於是 他呢 就越開越多 除了令到 他 嗯 可以 燒死貨之外 最重要呢 就是 舖位升值 因為 除了 基本的市場 那個升值 因為經濟關係 因為他 跑王之王那張租約 呢 那個股值都可以令到 舖位升 於是他是炒舖為主的 嗯 那為什麼去到 喂 這十幾年開始 收拾一家 收拾一家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套現 賣貨 或者 喂 因為老實說 雖然他自己有門生意 做動物批發而已 喂 但是原來我租一間店 給人 我已經給了幾十萬 嗯 於是不如租給人 這樣 那為什麼現在拿回來做 第一 他的肉食生意 所以 我夠膽說 是一定是全家產 因為外面現在不斷收拾 那些動物批 那些人 消費財 習慣改了 第二 他的店鋪 那些人做不住 包括花園街這間 包括現在的校長燒烤 沙醉和這間 給回去 那給回去 那怎麼有人租才行呢 不要做 那麼賣 有人賣才行呢 那麼 於是唯有自己拿回來做 這叫做個雞頭 所以 老實說 你去到今時今日 因為時間又不同了 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又不同了 其實當時 炮王之王有什麼很好吃呢 炮王之王其實就是 我們那些傳統時候西餐 但是 我不是說他 但是 我不是說他 有些餐廳 因為 你的backstock 多 那你做批發的 特別多 那些人 真的 是最熟的 那些人 你也說 那些人 那些人 真是很厲害的 廚房 我都說 你不要說有條蟲 走出來 那些人 有條蟲也不怕 其實有條蟲也不怕 那些人 當然你要拔了他 那些蟲 你不要說吉列 老實說你大力醃去 然後你大龍撿 你不知一日 腐肉你也不斷吃啦 好 休息一會